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手机对人有什么意义 经过这7天时间呢我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拿来问你 虽然VS2很强但还是小心点 要是有一点划痕 你这三年就别想要了 我编不下去了 拿来吧你啊 你小心点我采买不到一个月 这手机屏幕好大好薄呀 折叠屏应该很耗电吧 还有我习惯了三菱系列 折叠屏除了看视频大一点之外 其他的和纸板机应该没有区别 我现在退出可以吗 VS2虽然很强 但是你还得小心点 要是有一点划痕 你这三菱就别想要了 我的三菱也是很好用的 说不定我还想放回来 真的好不习惯 那我现在退出可以吗 这个角度也能全停 有点东西 还能这样玩游戏 简直就是开挂生气 应该没有区别 荣耀30的平红色彩和刷新力虽然很好 但是和VS2比起来还稍微差一点 没有了原来的三指下滑 全肌双肠 如果有原来的VS2 这样我就可以把它 保存到荣耀笔记当中 即使在无网条件 也能查看它 因为职业特性呢 我需要高频关注DSP后台的数据 而媒体DSP后台 一般不做移动端的适配 折叠屏呢 基本能满足工作需求 即便是安卓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 远程操作电脑来处理 也比小屏更高效 你应该没有区别 为了带充电宝 还也带个包 想念以前的手机 坚持还有一天 虽然30也不错 但是我还是更想念我的VS2了 怎么了曹总 客户的方案已经做完了 然后我现在在公司楼下 行行行我马上到马上修改 好舍不得明天不想换手机了 说不定我还想换回来呢 真的有被种草到 纸板机画面比较小 平板又很大 折叠屏的大小呢 无论是看视频还是办公都非常合适 刚开始呢我以为它会很脆皮 没想到摔了也没事 你看悬停真的很强大 一开始还是有点不习惯 但习惯了也还行 荣耀30的基础体验是可以的 但和现在的折叠屏比起来 差距还是很大的 之前出去玩呢 一直都不好意思叫别人帮我拍照 直到用了荣耀Magic VS2以后 它的悬停拍照功能真是太有用了 简直就是挨人救星 印象最深就是内存不足 一直要删除删除 我记得我买的第一部手机是 荣耀是青春版 当时是送给家人来使用 到今年才让它推移下来 像之前的荣耀V30 以及荣耀独立后的荣耀50 荣耀70 Pro Magic 4 以及Magic 5 这几款用下来给我巨大的感受 就是荣耀非常的结实耐用 以及它的Magic OS非常的稳定 到现在为止 依然是我用过最稳定的一个OS 通过近几年荣耀的产品 我们可以看出 荣耀其实非常在乎用户的基础 为了增加手机的续航 研发了青海湖电池 为了减少屏幕对眼睛的伤害 又研发了护眼屏 我相信只有把一款手机的基础 做到极致才能打动 越来越多的用户 到大学之后 我认识了很多新同学 我会向他们炫耀我的新手机 网速比他们快 性价比高 后来加入了粉丝俱乐部 参加了很多线下活动 也有幸参加了荣耀20系列的线下发布会 没有忍住 大喊了一句干翻 明哥也回复了我 说让我们携手并进 后来呢 因为特殊原因 荣耀30系列的发布会 转为了线上的形式 现场在粉丝俱乐部和B站两个渠道 各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送荣耀30系列真机一台 很幸运呢 我就是那个粉丝俱乐部 中奖的那个人 然后我现在用的荣耀30 Pro 就是当时中奖的机器 然后这个手机也赔了我很多年 我还是没有忍心换掉它 非常感谢荣耀让我拿到了这次 梦寐以求的Magic VR 另外祝荣耀越来越好 干饭 大家买折体瓶一定要认识荣耀 感谢来自荣耀的馈赠 我已经有了荣耀Magic VS2 这次我就选了两个笔记本 我和我爱人一言一个 希望荣耀后面能够给我们 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 不论新手机还是旧手机 我发现对我真正重要的是 那些手机陪我度过的时间 和替我记录的时刻 这或许才是手机的真实意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